亿万年前 两颗中子星在宇宙中相遇 并发生了撞击 爆炸所产生的碎片在宇宙中流浪 巧合中与地球发生了碰撞 这些碎片穿过大气层发出光芒 而后又消失不见 但碎片身上的神秘物质 却击穿了地面 永恒地停留在了地球身处 又一次偶然 地球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壳活动 少数是埋于地下的外太空物质 沿着地球裂缝 从地壳中蔓延到了地蔓和地壳中 并以不同寻常的密度 延展性以及永不磨灭的光芒 成了全人类最崇拜的东西 它便是黄金 作为稀少的天外来物 迄今为止 地球上发现的黄金少之又少 如此珍贵 如此稀缺 淘金成了人类最赚钱的生意之一 位于我国广西省中南部的上林县 是人类淘金游戏中 最勤奋 最豁得出去的淘金客 有资料显示 广西上林淘金帮曾称霸非洲 最疯狂时 在有着黄金海岸之称的加纳 以淘金为生的上林人 达到了1.2万人 淘金生产线超过了1500条 上林人因淘金一夜暴富 吃野味 开豪车 建高楼 送黄金 挥金如土的生活 一度成为上林人大富大贵的标配 但与故乡奢靡生活相反的 是历尽艰险的淘金之路 恐袭 枪战 虐己 拱中毒 抢劫 这些耸人听闻的词汇 是在非洲的上林人 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 今生杜重阳 今生命悬梁 或身价上亿 或买骨他乡 走上非洲决金这条 简单暴利的致富路 就意味着将生死 交还给了命运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六期上集 老话说 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今天 我就以广西上林决金业为切口 聊聊决金产业背后的罪恶与梦想 1957年 国务院考虑了黄金 对国家抵御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下发了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 这成为了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 全面系统发展黄金工业的方针政策 黄金生产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 并成为了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事业 由此 关于黄金产业的利好政策也不断落地 那是一个黄金与国家同收专营的年代 群众采 定点收 集中选 国家链 是生产黄金的主要模式 在当时 位于广西中南部的上林县 生产黄金 上林县下面的咸象镇万家村 大山村 和明亮镇论文村一带 全都建满了黄金开采矿 那时住在金矿附近的村民 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 不远处矿区 淘金工人们淘金作业的场景 通往矿区的路上 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村民们只要通过观察 过路人的面部表情 就能分辨出 他们今天的淘金成果 谁满载而回 谁败幸而归 一目了然 最初 上林人的淘金手法十分原始 简单说就是 用铜马沙子拎上来 然后用水冲 再用手破筛 这种方式不但劳动强度大 而且产量低 后来有人从广东恩平镇 带回了一台沙泵 这台作业设备 可以把沙金从坑内吸至高处 再利用重力层层筛漏 这种机器作业的方式 极大提高了淘金效率 之后 聪明的上林人 在恩平沙泵的基础上 做了些改造 逐渐摸索出了一套 密不外传的上林淘金术 据报道 当时在上林 流传着很多 关于运送金字的人 途中被杀害的译文 似乎从这时起 黄金在上林 就已经成为了 危险诱惑的代名词 1958年到1980年 上林全县农民 依靠传统的采金方式 如逃杀筛金 人工挑运 或用木车运输员材料 和矿石等方式 共计交售给国家 11,024两黄金 上林当之无愧地 成为了采金大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左右 上林县内的金矿 几乎被采空 上林县政府出于保护性开发的目的 依法对全县黄金生产 进行统一管理 禁止四人开采黄金 但采金已经成为了 上林人谋生的饭碗 为了淘金 淘金克只能远走他乡 上林人的千里绝金路开始了 他们的足迹遍布新疆 山东、黑龙江等地 当时 东北正处在黄金开采的高潮期 据老一辈淘金克说 东北的杀金质量最好 那边的黄金 有大拇指甲盖那么大 而且都不需要用拨起筛 就可以直接捡到 每到春运时节 政府部门会专门组织车队 将上万名采金者 运往黄金资源丰富的 黑龙江呼马、大兴安岭、黑河等地 夏至十五、六岁 上到花甲之年 几乎所有的上林男性 都去过东北地区淘金 这在当时被称作 万名金农上东北 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 从广西到东北的路途格外复杂 这些淘金客们 需要先从上林到南宁 再从南宁坐火车到北京 再由北京到哈尔滨 再从哈尔滨到真正的一线矿区 整个路程要走上七天七夜 尽管淘金旅程漫长且艰辛 淘金矿区作业环境恶劣 体力劳动繁重 但无数吃苦耐劳的上林人 还是因为这趟东北淘金之旅 改善了生活 积累起了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在当时 很多上林的淘金客家庭 都买了搭彩电 用上了煤气灶 盖了新房 然而 采金带来的弊端 在东北地区很快显现了出来 大兴安岭成片的森林和湿地被毁 嫩江上游两岸千疮百孔 清澈的江水变成泥江滚滚而下 2002年年初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 明令禁止嫩江源头 和护马河流域的沙金开采 然而受利益驱使 仍然利用矿区偏远 交通不便的地理环境 勾结外来采金人员 到大兴安岭非法盗采 两年后 由于金矿开采带来的环境问题 黑龙江省也下发了 金采黄金的政策 2005年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做出坚决禁止 杀金开采的决定 发出了 依法坚决彻底制止杀金开采 清除违法采金设备的通告 当年黑龙江各地 先后出动1500多人次 410辆汽车和拖拉机等 清除了大采金船9条 小采金船1153条 颇有今天四川内蒙古 清退数字币矿场之态 至此 素有金箱边支撑的 8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 结束了200多年的采金史 在政策的铁令下 上林淘金克 梦碎大兴安岭 2005年 黄金市场迎来了一个 罕见的大牛市 当年 黄金价格出现了 历史性的大幅上升 并创下了自1987年以来 首次突破500美元的记录 不断上涨的黄金价格 如同马飞 刺激着全世界的淘金者 在国际金价大涨 与国内金矿开采政策 收紧的背景下 国内的淘金者 将目光转向了国外 越南、缅甸 以及尼日利亚、苏丹 加纳等非洲国家 相继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其中 加纳被广西上林人盯上了 加纳是非洲西部 基内亚湾北岸的一个小国 国土面积仅为23.8万平方公里 和广西相差无几 但在这片土地上 却盛产黄金 有专家组探明 加纳的黄金储量 约为985吨 占全世界黄金总产量的3% 而在上林人到来之前 以洋矿为主的大型金矿已经被纽蒙特、GF、AA等 多家财力雄厚的英美大矿公司分时占领 有数据显示 从1985年开始 加纳政府前后公计发放了68项勘探执照 其中有46项归加纳各财团所有 22项归各公司所有 其中大部分为外国资本 尽管这些金矿只占据加纳4%的土地 但在黄金开采领域 抢到地盘就意味着抢到财富 大矿公司会在开采过程中 不断蚕食矿区周边土地 当地人被迫搬离土地 为了生存 丧失了土地的加纳普通人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挖掘河滩边上的沙金 在当地这些人被称为加拉姆西 特指在河床边进行手工挖掘的人 也指非法采矿的人 通常加拉姆西会先掘一个10米左右的洞 洞底放炮 炸出碎石 之后借助汽车的传动轴 靠人力将石头冲成粉末 或是将石头拉回村 由老人和妇女用锤子和铁钵等工具 凿碎石头 之后用流水冲掉碎石和泥沙 从而获得黄金 这种简陋原始的方式耗时耗力 效率低下 让加拉姆西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2005年前后 第一批吃螃蟹的上林陶金客 在加纳的黄金海岸成功登陆 因为上林人的到来 加纳的沙金开采方式开始有了变化 通常来说 上林陶金客到达加纳后 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查看地形地貌 和山脉走向 之后再挖开地表土壤 观察下层土壤和沙层的情况 对于上林人而言 淘金不难 难的是判断黄金的位置 如果他们确认此处有金 那么他们就会向加纳的村庄酋长 购买采矿权 一般25英亩的矿 加纳酋长会要2-3万塞地 在当时相当于人民币8万元左右 如果买下的土地上面有农作物 那么酋长会多要钱 一般按照农作物的价值 一次性收取20年的费用 这几乎是当时上林人 在加纳采金全部的土地成本 其中最大的好处在于 不用给当地政府交税 除此之外 上林人还会互惠互利 将自己和地主的利益进行捆绑 他们从酋长的手中买下地后 会与酋长签约 给酋长10%到12%的矿区股权 酋长则会在每天结束开采工作后 将属于他的份额拿走 也有人会选择直接给酋长1万塞地 之后一劳永逸 上林人在与村庄酋长 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后 就会从中国运来推土机 和沙泵机等淘金装置 开始搭建起生产线 一台沙泵 一台挖掘机 一辆皮卡车 再用木板钉一个公棚 这些就是上林人 远赴非洲淘金的全部家当 2006年 一直在非洲从事翻译 和贸易工作的上林人苏振宇 修到了加纳黄金的商机 当年4月 他和亲戚朋友一行八人 达成协议 签订好合作协议 及利益分配备忘录后 前往加纳 8个人当中 7个人负责出资 剩下的一个人负责出力 这种亲友组团的合伙方式 也被之后来加纳采金的 其他上林人争相模仿 2006年8月15日 苏振宇的第一条采矿生产线 搭建成功 但由于前期试水经营 投资有限 苏振宇的这条生产线上 没有配备挖掘机 所以只能靠高压水枪 冲击河滩 一天下来 矿区只收获30多克黄金 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但据苏振宇称 就在他们想要扔掉设备 踏上故土的某个下午 工人们报告 在矿坑里 逃到了1450克黄金 按照当时的金价 至少值20万元 一名普通的上林淘金客 就这样经过了 漫长的等待后 迎来了上天的眷骨 这是运气与勇气的叠加 这样失望与希望交织的时刻 在上林淘金客的身上 反复发生着 据去过非洲淘金的上林人讲述 老乡们闲暇之余 常常会聚在一起 吹牛展示自己的出金照片 聚会中 每当有老乡 发出淘了一盆金子的照片 其他人就会羡慕着欢呼鼓掌 并期待着下一个运气爆棚的人 就是自己 那两年 绝金成功的消息 陆陆续续传回国内 换身淘金客 去加纳淘金 成了更多广西老表的梦想 说到这里 请大家没有订阅的点个订阅 以及订阅的点一个赞 2006年 就在又一拨人踏上加纳土地 加入淘金队伍时 加纳政府为避免黄金资源 落入外国人之手 紧急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当年3月 加纳政府出台了第703号法案 原有的矿业法规定 加纳的采金业可以私有 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 可由外国公司开采 25英亩以下的小矿 由本国人开采 而新法案则规定 25英亩以下的小矿权 不允许向外国人转让或出售 外国人也不能接受或购买小矿权 不过 苦于加纳本地人资金稀少 和技术落后等原因 加纳政府又规定 加纳矿主可以租用外国人的设备 雇用外国人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但是 这些外国人只能在办公室做咨询工作 不可直接在小矿去挖金 很快 加纳的酋长和中国投资者 就找到了应对之策 在加纳包括黄金在内的自然资源 归国家所有 而出产各类自然资源的土地 归当地酋长所有 如果加纳人要采矿 则必须向加纳矿业委员会提交申请 取得开采执照 当地酋长利用了这一政策 偷换了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概念 谎生自己拥有开采证 并可以转让 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 此外 一些矿产投资中介 也从政策的祸口中牟利 他们会以赚取佣金为由 充当外国投资者 和加纳当地黄金开采公司的媒人 帮助中国投资者完成注册新公司 或投资已有当地公司的手续 而出到加纳的上林人 由于不懂当地语言和政策 急于获得开采权 便会轻易相信酋长 加纳的社会综合发展中心主任 史蒂夫·曼蒂乌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表示 加纳当地人会给外地人看自己的执照 说来吧一起做生意 这就让许多中国人到加纳以后 都以为自己直接采矿是合法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 已经摸清门路的中国投资者 会选择通过贿赂当地警官等手段 主动与当地酋长合作 达成利益联盟 相互支持和配合 规避政策 打通签证 居留 开采和经营等各个环节 除了打通上层关系以外 上林人雇佣当地工人也有相应的技巧 据一位在加纳从事淘金的人说 是当地平均工资的3-4倍 价格一般是300多赛地的月薪 相当于1000人民币 并且还包吃包住 当地人都很爱去中国人的矿场工作 不同于早前的单兵作战 小范围试水 2006年 上林非洲绝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 这次 他们把上林密布外传的沙泵技术 也带到了加纳 上林的沙泵技术 通常有两套沙泵 一般来说 他们会先用挖掘机 把矿坑挖好 之后组装沙泵机器 抽水机并搭建溜金槽 这些步骤通常五个人组合进行工作 其中四位是高压水枪手 一位是开柴油机的师傅 之后他们会雇佣5-10名加纳工人 负责一些重体力活 比如把比较大的石头搬离溪水口 这一步骤是让水冲刷过溜金槽后 把粘土、沙子等杂质带到逆流端 由于金子密度大 大部分会留在溜金槽底端的沾金垫上 每个几个小时 加纳工人就会停下机器 去检查沾金垫上的收获 泥沙和金粒冲进水池 再把水池里的水排干净 加入液胎拱 拱会自动掠过石头与黄金接触 形成金拱合金 为了从金拱合金中回收黄金 矿工们会用蒸汽或者喷枪 对其进行高温加热 拱就会被蒸发到空气中 从而得到黄金 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作业不规范 有工人会直接光着手 把几公斤的水银搅到盘子里 让黄金与石头分离开 除了拱以外 氢化物也是陶金中常用的化学物质 比如氢化钠跟金氧化矿形成落合物 最后用水清洗得到黄金 采用上面这两种采矿方法 可以从低劣的矿石中 过滤出细小的黄金威力 然而用水银和氢化物 分离黄金和石块的工艺 是极具危险的 数据显示 全球数百万的矿工 在提亮黄金的过程中 吸入有毒的水银蒸汽 背负着遭受神经和基因损伤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计 在小规模的黄金开采中 每提取1克黄金 就会有2-5克水银 被释放到环境中 危害不及其数 事实上 无论是规模化的大矿山 还是私采小矿 在悬野时 都需要大量使用剧毒氢化钠 在采矿时 都会吸出大量中金属 但是在黄金的诱惑下 所有的牺牲似乎都变得值得了 那么 接下来黄金市场会迎来什么呢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 继续观看